接下來我們來畫這個門片 這個門片跟外面的門其實很像 只是要重複一下指令 這個門是5公分、3公分 就是它要跟這個門框 對不起,隔間牆的厚度一樣 所以這裡寬度是5公分,這裡是3公分 總共是75,所以裡面剩下69 我們可以等一下來量 我們就同樣畫這個方向比較好按插 等一下比較容易裝這個廁所的門 我們來畫,在這裡我們要畫一個這樣的門 我們叫進區的這樣的門 所以我把切到門層 切到門層,然後有圖層控制 我們來畫一個3公分、5公分 是這裡這樣下來,然後 這樣,對不起,這樣 所以我點這裡 3-0.5 對不起,應該是5-0.3 再來一次 5-0.3 5-0.3 好,這樣 然後再往下複製 往下複製 是多少呢 75公分,減3公分 整個寬度嘛,是75 所以減3公分 所以是72 角度-90 這樣 欸 不是我選到位移了 來,再來一次 複製 選這個 72 角度-90 我們可以量一下 裡面是不是69 你可以用這個距離 裡面到這裡 69 好,那這個門呢 就沒有再做這個移動了 因為它關起來 就整個5公分的門片 就整個這樣關起來 所以我們就畫一個矩形 直接從這個地方 欸,應該是 這樣,對 沒有錯 好,這裡呢 這樣 嗯 69 0.5 OK 69 0.5 -5 向下 OK 好,這樣關起來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 再來把它 線條改成紅色 門的白線 這一個 我們用 一樣的用 中心點起點加角度 然後等於是 中心點 起點 加角度 角度呢 -90 這樣 這樣就可以把門關起來了 那我們一樣做一個廁所門 那你可以定一下 建立圖塊 我們可以選一下 選取物件 應該是四個 再繼續選 按Enter 好,接下來 這個插入點呢 你要選中點 或者這個都可以 如果你要選中點 就這樣 好,確定 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75公分的廁所門 Door 不用特別寫那個 不用特別寫WC 確定 允許刪除 確定 好,這樣回來 我們把這個門插進去 插入 插入這個門 75公分的門 確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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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這樣就門就 放進來 那我們剛才有讓它旋轉 那這個地方呢 是 開這個方向的 所以插入點 變成是要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也是這樣 所以 我們插入點 選這邊之後 你要 Y方向要-1 不對 我看 插入點 選 因為我們是要這樣的 所以 選這裡 然後Y方向-1 對 可以 好,我們插入點 Y方向-1 V 就等一下 上下是顛倒 好,確定 好,這樣 好,我們就在這裡 好,再來一次 V 確定 這樣插入 好,這樣就把門給插入進來了 那這個尺寸呢 其實原先我已經預設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欸,怎麼剛剛好 這是因為設計的關係 你並不是 電腦沒有幫你畫這個東西 然後 所以你是 這個是要自己設計的